相信每个人都是非常喜欢音乐的 在音乐中我们能找到很多的乐趣 在生活中处处都离不开音乐 就算走在大街上 那也能听到音乐的存在 在华语乐坛中有实力的歌手真是不少 每一名歌手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 有些歌星恰好是大多数小学生喜爱的 下面我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小学生追的歌星 首先就是The Ad Boys 他们是一个组合 在唱歌方面 他们可是非常认真的 深受到很多人的喜爱 他们的外表非常受小学生的喜爱 他们近期各自都参加过好多节目 虽然没有当时组合的温馨 但是现在他们的事业绝对是可观的 其次就是王家二了 在歌曲创作方面 他是非常独特的 相信很多人都听过他歌曲的《巴比龙法》 这首歌曲他使用独特的烟散 把这首歌曲演绎得栩栩如生 何炯曾经给他说过 让他自己不要这么累 因为到时候累垮的时候 粉丝们都会伤心的 身体是自己的 他坚持不懈的音乐态度 很值得去学习 最后就是段子手学之签了 现在的他真是火遍了整个中国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